葉翠翠接父同住 杜茫茂 葉翠翠媽媽朱宇寧 上個月初接受器官移植手術 不幸出現病發症離世 前日3月1日就在曼國殯儀館設令 跟媽媽感情好好的翠翠 當夜一面潮水 眼泛淚光 翠翠就說 雖然心情平復不少 但還是很波動 至於爸爸失去了死十多年的老伴 心情都是一樣好差 以前他每一天也跟我的媽媽在一起 然後他現在沒有了 就跟我在一起 因為我覺得他一個人會比較寂寞 我就想他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做女兒可以做的東西吧 如果我去工作的時候 他會請我去 送我去 開車送我去的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做一些 給他一些東西去做 可以讓他不用想太多吧 雖然翠翠忙無知痛未問 但他就堅持日日正常開工 不會特別請假 其實我一直也沒有請假 就是好像我母親離開的這一天 還是第一天我也沒有請假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母親在的話 他會跟我說 你去工作吧 不要在這裡 你去工作 所以我就去了 我沒有請假 我沒有請假 只是後 expense 定人 Е